一声巨响 花季少女在家中被大火吞噬 她清秀面容已不复存在 该如何面对现实 大火因何而起 家庭爆燃事件频发 我们该如何预防 平安365急诊24小时即将播出 2016年4月24日 河南大学附属南史医院 烧烧整形科的电话铃声 骤然响起 刚接到电话 来了一个大面积伤伤的病人 大概10分钟到 麻烦整个一下东西 我可能去往前拍 就在护士们紧张有序地 被病人入院坐着飞时 下午2点20分 一辆急救车快速驶入医院大门 患者是一名17岁的女孩 名叫丹丹 送她来医院的是 她的妈妈樊瑞英 她们刚刚从30度公里外的 方程县博望镇赶来 一个小时前 丹丹被大火烧伤 在医学上 对于成年人来说 烧伤总面积在 在31%到50%之间 属于重度烧伤 而丹丹烧伤总面积 高达70% 属于特重度烧伤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丹丹烧伤部位 主要集中在面部 前胸后背 以及双臂和双腿 浑身就像碳块一样 就连头发也被烧焦 病情十分严重 对于大面积烧伤的患者来说 抢救生命的第一步 就是要进行抗修科治疗 抗修科治疗 咱们就是紧急地让输液 保证它的血压不降低 然后的话 就能保持稳定 生命体能的平稳 早期要快速度地 来一体复苏 把薰湿的 优小的薰化血液量 给它补充回来 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 就给病人的修科造成 不可逆的修科 为了造成畸形的生风衰竭 此时重症监护室外的 梵瑞英 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她不敢想象 女儿万一强救不过来 她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 眼前的一切 就像一场噩梦 一时间让梵瑞英 无法接受 1999年出生的丹丹 是一个特别爱美 善良的女孩 因为心疼父母 支撑这个家太劳累 懂事的她初中毕业 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选择去镇上打工 尽量帮父母 减少家庭的重担 谁又能料到 灾难突然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一个小时前 丹丹究竟遭遇了什么 那场将她严重烧伤的大火 又是从何而来呢 丹丹一家住在河南省方程县博望镇立庄村 前几年因为盖新房子 欠了几万元的外债 为了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丹丹的爸爸宋德军 常年在外地打工 妈妈梵瑞英则留在家里操制家务 靠种地维持生计 虽然丹丹的父母异地相隔 但一家人感情很好 过着简单祥和的生活 然而随着4月24日的异声巨像 这个家庭被彻底摧毁了 丹丹的弟弟健壮 立即给丹丹泼了两盆冷水 樊瑞英给丹丹找了一件衣服披上 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将丹丹送往医院 咱们一般就是体育肾出器 包括感染器 超面修复器 和康复器 四个器 像这么大碗的面积的病 在每个区都是有风险的 大面积烧肠以后 特别是呼吸道烧肠以后 随时可能发生 后吐水灯 而都是窒息 这是危机生命 随时可能死亡的一个原因 大祸因何而来 在巨额的医疗费和女儿的生死面前 她该如何抉择 平安365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杨医生把丹丹的病情 以及每个时期可能存在的风险 详细地给丹丹的妈妈讲解了一遍 樊瑞英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 她祈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她的女儿 在我们这里 我们会坚持在努力 对你们亲眼抢救 需要家属也多多配合 最后在医生的鼓励下 樊瑞英终于在病危通知书上 签下了众如千金的名字 在重状监护室内躺着的丹丹 每天都处于危险期 母亲樊瑞英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里去探望她 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 看着病床上面目全非的女儿 母亲樊瑞英心竹刀绞 她多么希望能够代替女儿承受这一切痛苦 值得庆幸的是 到医院的三天时间里 丹丹的情况还算稳定 她平安地度过了烧伤的第一个时期 休克期 接下来她将面临烧伤的第二时期 感染期 因为大病剂烧伤的话 皮肤屏障消失 这样很容易 细菌在坏色的组织里面很容易繁殖 就可以造成他们的感染 这种感染一旦出现 就会出现白血症 白血症出现以后 就跟着会出现多脏体的衰疑 这些情况一旦出现 病人生命就极度危险 想要预防败血症的发生 就得保持窗面的清洁干燥 所以在保证患者生命提升稳定的情况下 首先就要进行轻疮处理 4月28日上午9点 丹丹在度过休克期后 第一次清疮手术开始了 烧伤对于患者来说 会有一种尊心的疼痛感 清疮手术的第一步 就是要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 然后对他的烧伤部位进行清洗消毒 之后医生会清除患者窗面的坏丝组织 无物以及一些浮皮 最后再给患者涂上烧伤药膏 这样的话可以促进他的窗面愈合 单单的每一次清疮手术 对于等候在门外的樊瑞英来说 都是一次痛苦的煎熬 他前一开始他给我提过这个念头 妈呀你身体不好 我想你要把他回来 我说我俩俩咱俩用钱 不能让你把他回来 他说我清醒了爸爸 那边告诉我 他说没事 少烫着胳膊 我想谁烫着怕啥 我说无非都是烫伤嘛 就是消灭 后来朋友们 你看这亲戚朋友给我好 你说你为什么不回来 当时我把我钱知道 得知女儿的病情后 宋德军连忙从黑龙江省赶回河南大学附属男士医院 当他到达医院时 已经是4月29日晚上8点多了 那段时间我回来的时候不想个人行的 都也不去黑暗 没想到我那么想去回来 他爸去了 回来了 进了屋 他爸不是进屋了 站在他那床面前 他爸喊他一声 他都哭去了 他爸要哭他要哭 他俩都哭了 我跟他说过 我说了那个 他爸 他就别哭了 不敢讲你们这样 我对他身体不好 都会得到情况 我想他爸还忍不回来 听说丹丹家出事了 仅治疗费用保守估计也要几十万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邻居们纷纷慷慨解囊 丹丹的爸爸 只读过小学三年级 认识的字并不多 其中一位邻居帮忙记录下 收到的每一笔善款 宋德军拿着那张捐款记录单 牢牢地记在心里 因为毕竟是邻居啊 救急不救急嘛 那你得尽自己的 弄力 去帮助他们 到有一个 黄自瑜 七岁 生命都没有啊 人家剩下的 人家拿住 捐盖了完的四千块 一个怎样的错误举动 让丹丹被大火吞噬 家庭爆燃事件频发 我们该如何预防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在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下 丹丹的病情 在慢慢地跑转 但是 她曾经清秀可爱的面容 已经不存在了 暧昧的她 很难接受 突然发生的这一切 晚上 丹丹经常被噩梦吓醒 烧伤特别是特重度烧伤 每一步治疗都显得尤为关键 即使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烧伤给病人留下的生理 及心理上的阴影 有可能成为患者一生的痛苦 患者最大的担忧是 抽脑的面容 外表和风筝障碍 因为反正有气阳气痛 不能关键 不能活动 不能按正常人家那样走路 所以这样是非常难受 我长大一道两眼里 口气的康复和征兴 能够基本是病人 能够生命危险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想着单单以前乖巧可爱的样子 而现在却面目全非地 躺在病床上受尽折磨 夫妻俩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那就是清尽所有 一定要医治好女儿 尽可能使女儿 恢复到以前的面容 她好多了都 我们心理上心情上都好多了 而且这样光天了 不想换那个年头 反而不停 她连高流她都不停 她都不想叫她身上活吧 我都跟她讲过 我说你 我拿出来要饭 你吃你 我也要不要你身上活吧 我不要 我就是 前面要说 晚上我能看去 你都不怕 你没有一句话 单单的病情好转 让家人看到了一次希望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 在单单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声巨响又是从何而来呢 4月24日中午 一家人开心地吃晚饭 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单单起身准备收拾东西 送弟弟去上学 当她走到院子时 厨房传来嘶嘶的响声和异味 紧接着她走进了厨房 当单单将夜化器罐开关关系 并未发生危险 但此时 单单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夜化器瞬间爆燃 原来单单的妈妈做完饭后 忘了关闭夜化器罐的阀门 再加上夜化器罐可能老化 导致厨房的空气中聚集了大量的夜化器 缺乏安全意识的单单 一心只想着试试夜化器罐门是否关紧 便顺手拧力一下夜化器造的开关 导致夜化器爆燃 室内是个相对密比的环境 空气被溜不是那么好 泄露出来的一滑气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在室内慢慢兴出不同的浓度 虽然这种浓度的增高 一旦见到命荒 它都会因些祸害加爆炸 近年来 清洁环保的夜化器天然气越来越普及 由于安全防范意识不足 使用者错误操作而造成火灾爆炸的事件 频频发生 2016年6月16日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双唐路78号 一家饭店发生夜化器爆燃 饭店的门窗被强大的冲击波击碎 打落到马路中间 门口停放的一辆出租车 后玻璃被击穿 现场一片狼藉 周围居民称 可能是由于饭店夜化器官泄露 除时点火后发生了爆燃 仅仅间隔四天 同样在南京市秦淮区一居民楼发生了爆炸 受伤男女围队80后夫妻 受伤比较严重 现场一只老旧生锈的夜化器官成了公安消防人员调查的重点 游居民表示 事发时夫妻俩正在屋内 不排除是夜化器泄漏闯的祸 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夜化器还是天然气 在家里做饭取暖都得用到 那么在使用时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个是要锁完饭以后 用完以后 及时把开关给它关起来 中开关给它关起来 第一个是经常检查 有没有漏气 第三个是回到家里以后 如果有台水的味道 千万不要开火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天津市宁河区 一名11岁的男孩被卡在一根直径40厘米左右的水泥管内 天津市炉台分局民警与宁河消防队先后赶到现场施救 最终男孩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 当天这名男孩才在水泥管上方玩耍 不慎跌入水泥管中被卡 他站在这里想往上蹦 然后这里面是空心的 他没蹦上去 然后掉在里面去了 左膝是跪在里面上去的 平安365提醒家长 暑期临近 要特别叮嘱孩子 不要随意到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工地附近玩耍嬉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